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克云克堂 事情是这样的 自从我电脑升级到某哈维系统 开启了桌面叠放的功能 我就基本上自暴自欺,掩耳盗铃 没有整理过桌面了 什么都该往上面丢 就算这么简单突爆 借助叠放的功能 桌面看起来还是挺清爽的 不过呢,一旦关闭叠放 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桌面有多么糟糕 这次制作MV的视频教程结束之后呢 又多了几百个素材文件 所以我就特意抽出时间 把电脑里的资料从头到尾清理了一遍 总算把桌面给清空了 好,在清空结束之后呢 我满怀期待的打开了自盘管理 想看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 到底清理出了多少的空间 结果一看就傻眼了 电脑的系统竟然占了40多G的空间 我记得刚激活的时候 系统一般都是只有20G左右 没道理用种成这样呢 抱着这样的一律呢 我继续点开管理 因为这里会显示更详细的空间占用情况 结果还是不乐观 这里系统显示的仍旧是40多G 更无力的是 你就只能干看着 无法删除或者整理 诡异的还有这个文稿 苹果的直觉呢 这些文稿加起来 不可能有将近30G的容量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为了更好的分析磁盘空间 我决定安装一款磁盘分析软件 叫做Daisy Disk 选择它呢 是因为它11年,13年,15年 居然都获得了Mac应用商店的 年度最佳应用名号 感觉来头不小 不知道是不是动画的错觉 它分析磁盘的速度 比系统默认的要快很多 这个显示结果的画面非常酷炫 比状图会随着你的点击 出现各种变化 刚开始呢 我光顾着点击看特效去了 后来才明白 它其实有自己的一套显示原理 我来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中间这个数据呢 就是现在磁盘被占用的总容量 比如它现在显示的是100多G 就表示我所有东西加起来是100多G 这个扇状的区域就是以占用的数据 在整个磁盘里面的比例 所以磁盘里的东西如果越少呢 这个扇子的形状也会合得更冷 虽然画面上有很多颜色 首先要关注的是数字外第一圈的颜色 因为它们对应的就是右侧列表里文件夹的数据 绿色的对应的是用户 蓝色对应的是应用程序 紫色对应的是系统 扇形的体积越大 就表示占据的空间越大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原本代表系统的紫色比例很小 只有一丢丢 在列表里面显示也只有实际不到 一点都不臃肿 所以是Deddy Disk分析的数据错了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实际可用的数据和系统给出的数据 是一模一样的 是真的有东西占据了空间 但并不是我们理解那样 就只有系统占据了这么多 苹果是不希望用户去探索复杂的系统文件夹的 很多核心的文件夹默认都是隐藏状态 所以系统里面显示占用了40G 并不给你查看明细的机会 而Deddy Disk这个软件给你100%的权限 可以探索到硬盘里的每一个细节 经过我仔细的对比查看 还有在谷歌上面查找各种英文资料 总算有了一点头绪 我们首先来简单分析一下苹果默认的这个结果 开始我对文稿不理解 因为右手的文件加起来怎么算都不到30G 而且我文稿里的文件也没有这么多东西 后来点击右边的这个文件浏览器 就变得一目了然没有疑惑了 这个文稿不单单是文稿的这个文件夹 而是广义上的文稿 它把文稿啊 影片图片桌面 虚拟机的文件等等一系列都算作了文稿的范围 自然所占的空间就多了 苹果这样归纳我觉得没问题 只是默认第一个打开菜单 如果是文件流感器 而不是大文件 就会更直观了 其他的比如图书啊 信息啊 应用程序 邮件 照片iTunes都很直观了 不需要浪费大家时间听我赘述 音乐创作呢占用了3.07G 这个图标看起来呢 像是Garageband的库乐队的图标 但是整个库乐队才1G的容量 而且这个容量呢 应该是算在应用程序里的 所以这些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呢 点击在仿大中显示 会发现这三个文件 其实是存储在资源库里的 所以不记入应用程序的分类 接着来看啊 iCloud的云盘是云端一份本地一份 所以占据了本地的磁碗空间 如果开启了这个iCloud的桌面和文稿 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默认5GiCloud的空间的朋友们 就不要凑这个热闹了 如果用iTunes备份了iPhone的资料 这里的iOS文件会显示备份文件 动辄几十Gi的备份文件 对电脑的容量是一个很大的占用 所以我这里基本上都是空的 一般来说有两个更好的选择 要么购买iCloud的空间 云端备份 本地就不要放文件了 要么使用iMAZ 可以把备份文件存储在外置设备 也可以通过WiFi自动的备份 具体怎么用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做过的一份教程 下面这个Pairless VMS 是安装pd虚拟机以后才有的 主要是帮助清空虚拟windows的缓存 对本地磁盘空间的占用影响不大 所以说除了这个系统 其他的文件分类都很好理解 也看见摸得着 要分析这个系统呢 就必须借助DiDisk的分析结果了 回到DiDisk 一般新电脑开机 磁盘都会被占用20G左右 多出来的是哪些内容呢 根据我的判断 大部分都是资源库 Mac里面有三个资源库 磁盘里面一个 系统里面一个 用户里还有一个 因为不是针对普通用户开放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纠结 这三个资源库是干嘛的了 也千万千万不要删除 改动资源库里的东西 资源库里既包含了系统文件 也包含了用户的文件 还包含了程序的文件 所以把这些资源库和系统的容量加上 再加上private和course这两个隐藏的系统文件夹 以及较小的系统文件 就接近我们之前看到的苹果分析出来的系统占用的空间了 因为邮件和音乐创作也是存在资源库里 把它们的数据加上苹果开始分析出来的系统占用的容量空间 最后两者的数据就更接近了 所以系统占据40多G是虚惊异常 大多数时候该怎么用就接着怎么用 有一个例外 如果你用steam玩游戏 游戏会存在资源库里 导致系统的显示不正常 最后如果你对daddy disk这个软件感兴趣 可以在他们的官网免费试用 会有一些功能上的限制 不过查看系统的空间占比是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用折扣架在数码励志购买正版 不推荐购买appstore的版本 因为有些功能被限制了 最后如果你想知道容器中其他中占和可清除的容量代表什么意思 请给这个视频点赞表达自己的态度 有机会我会再做一些视频给大家分享的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见了